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鐵道事務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件事情 那就是台鐵有許多車站雖然以行政區為名 事實上卻位於該區的邊緣 例如北部的樹林車站、鷹哥車站、中立車站 或是中部的竹南車站 這些車站作為行政區的主要車站 和隔壁行政區卻只隔了幾百公尺的距離 甚至也成為隔壁行政區的主要連外交通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要解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因為這牽涉到了非常複雜的歷史埋諾 但多數的情況都可以解讀成 行政區的演變剛好把車站畫到邊邊的位置 有些鄉鎮和隔壁本來就是雙子城的結構 歷史上也隸屬於同一個行政區 例如中立和平鎮、竹南和頭份等等 而有些車站則是經歷過了班遷才到今天這個位置 例如鷹哥車站 不過老實說這些車站的位置再怎麼邊緣 至少都還是位於自己的行政區內 但其實台灣還有些車站很頑皮 居然不在自己該在的地方 而是跑到了別人家裡 今天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些 和行政區不同名、名不符直的車站吧 首先我們來到全台灣最南端的車站 方山車站 方山車站是因為臨近屏東縣方山市區而得名 也是方山市區唯一的連外鐵路 但因為過了這站之後就要往台東前進了 鐵路在這站之前就先小小東折了一段 因此本站的實際地址則是在獅子鄉內獅村 車站位置也是在一片山坡地上 要從平地上到車站打車非常不方便 因此方山車站一天的進出站人次非常少 只有3.5人 是全台灣進出量第二少的車站 方山車站所在的南輝線 是環島鐵路中最晚電氣化的區間 因此以前只能行駛柴油車 看不到吃電的電連車 但2020年12月23日 南輝鐵路電氣化完工通車後 環島鐵路終於實現了全線電氣化 而普悠瑪號、PP自強號等列車 也開始駛入南輝線 不過在南輝線的通勤交通變方便之時 乘載著許多回憶的藍匹普塊 也在鐵路電氣化當天停駛 成為了記憶中最美的風景 是南輝線今天最大的遺憾 接著我們往北一站來到內獅車站 本站位於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聚落附近 因此也取名為內獅車站 但實際地址卻是在方山鄉 這也造成了內獅車站在方山鄉 方山車站在內獅村的有趣情況 內獅車站是台鐵的載科車站中第二南端的 雖然車站臨近內獅聚落 以及靠山的南市聚落 但因為出入口的設置不變 停靠班次少等因素 造成附近根本沒有人會來這站搭車 一天的進出站人次只有1.6人 全台墊底 雖然內獅車站是全台灣使用人次最少的車站 但它在歷史上卻還算是小有名氣 2004年起的南輝搞鬼案 就發生在內獅車站附近 使得本站曾經紅極一時 而未來的恆春支線也預計在內獅車站分歧 本站將成為兩線的重要交會站 車站也會配合進行改建升級 但近年來由於行政院強力推動高鐵延伸屏東 導致恆春線的計畫進度暫緩 甚至在2020年時可行性研究兩度被行政院退回 再加上今年初平南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啟動 各方競爭將導致這條路線的進度更加緩慢 恆春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鐵路呢? 接下來我們來到屏東的鄰居 高雄 大湖車站是高雄市最北的車站 和台南市中州車站隔著二人溪相往 站名取自於站前的湖內區大湖地區 也是本站的主要乘客來源 但車站的實際位置卻是在相鄰的陸竹區 說到湖內區和陸竹區 近年來高雄捷運紅線開啟的延伸計畫 成為岡山陸竹延伸線 並分為兩階段進行 施工中的第一階段 預計從南岡山延伸到岡山車站 表定2022年完工 第二階段則分成了AB兩段 A段由岡山車站延伸到南路竹 在去年底通過環評審查 最快可於2027年完工 B段則由南路竹延伸到大湖 目前還在環評階段 而捷運大湖站 將設在大湖車站西北500公尺處 成為湖內區的第一座鐵路車站 除了岡山陸竹延伸線之外 高雄捷運原本還規劃了另一條奇美延伸線 將紅線進一步北延 橫跨整個湖內區進入台南市 最後終點設在奇美博物館 但後來兩次的政府 決定將這條路線改由台南捷運紅線延伸 兩座捷運系統將於大湖站交會轉成 不過目前台南捷運還在初步規劃階段 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所以還是先不要有太大的期待吧 看完了屏東和高雄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台東 海端車站位於台東縣北部 是介於池上車站和關山車站間的一座小站 站名取自於鄰近的鄉鎮海端鄉 但實際地址則是在關山鎮 不過車站一走出來就是海端鄉公所 所以取名為海端也算是合親合理 海端車站是台東縣上使用人數最少的車站之一 一天的上下車人數僅約十幾人 本站也是全台為二位於南橫公路上的車站 公路的另一端則跨越崇山峻嶺連接到台南車站 海端車站在日治時期開業時是取名為星無旅翼 以車站旁的北南溪上游星無旅溪命名 到了站後才改名為今天的海端車站 海端兩字源自於布農族語海土段 意思是三面被群山環繞一面敞開的虎口地形 所以和海其實沒有關係 而海端車站也成為了台鐵少數以原住民語言命名的車站 接著我們來到了台中市後里區 苗栗有個泰安鄉 台中市後里區也有個泰安車站 這兩個地方雖然距離不遠 卻一點關係也沒有 泰安車站最初設戰時並不在今天這個位置 而是在東南方約1.2公里處的泰安里境內 然而由於這段鐵路太過於迂迴 台鐵在1998年時將三義車站和風源車站間的路線結彎取直 泰安車站也因此搬到了今天這個位置 跑到了公館裡的範圍內 在1998年三線改線之後 鎖列車皆改行新路線 因此原本舊三線的車站也一併廢除 包括泰安舊站以及曾經是全台海拔最高的車站聖興車站 如今許多原本舊三線經過的地方演變成了觀光景點 如厚里和風源間的後風鐵馬道 三義至厚里的大部分軌道則沒有被拆除 而是改建成了鐵道自行車 只要200多塊錢的票價就可以享受在鐵道上騎自行車的樂趣 欣賞著沿線的美景 途中還會經過漁藤坪斷橋 抵漁潭鐵橋等觀光名勝 絕對值得去體驗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北 來到位於台灣東北方的宜蘭縣 南澳鄉是宜蘭縣最南端的鄉鎮 同時也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少的鄉鎮 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的蘇花公路一帶 南澳鄉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地區 東澳、南澳和澳花 而每個地區都有設置相應的台鐵車站 不過當中最重要的南澳車站 雖然位於南澳鄉的中心 實際位置卻是在鄰近的蘇澳鎮 日治時期的蘇澳和南澳 同屬台北州蘇澳郡管轄 因為原漢分治的政策 東部沿海地帶多為漢人居住 設蘇澳莊 西部靠山地帶則多為原住民的生活範圍 設蘇澳郡翻地 兩地大約以今日的蘇花公路為界 戰後原本的蘇澳莊改字為蘇澳鎮 而翻地則改字為南澳鄉 這也造成了今天蘇澳鎮狹長的形狀 有趣的是 南澳車站的前一站 東澳車站被南澳鄉和蘇澳鎮的交界切過 而東澳這個地名也同時屬於這兩個鄉鎮 最後我們來到了台北市 松山車站是台北市使用量第二大的台鐵車站 每天有超過3萬人進出 但你們知不知道 松山車站的地址其實是在信義區呢? 松山車站設立於清代的1888年 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車站之一 不過當時松山的名字是喜口 所以車站同樣取名為喜口火車碼頭 日本人來台之後開始了一連串的地名更名活動 而喜口也被改成了日式地名松山 車站當然也一併被改為松山裔 日治時期的松山車站是位於松山莊境內 並在1938年時併入台北市 到戰後也變成了松山區 霞區則大略沿用松山莊的範圍 大約等於今天的松山區加信義區 1990年 台北市進行行政區重劃 將較小的行政區合併 形設萬華區、中正區及溫山區 而當時松山區全區人口已超過45萬人 因此將鐵路以南的區域劃出 另行設置信義區 這也造成松山車站實際上是位於松山區和信義區的交界 前站則位於信義區 2008年 松山南港間鐵路地下化啟用 松山車站也改成了新的地下車站 車站大樓的位置則移到了較為東側的市民大道間 不過地址則同樣設在信義區 新的松山車站分為AB兩棟 地上樓層主要作為辦公室、飯店以及商場 鐵鐵車站則位於B棟下方 有趣的是 雖然B棟的位置是在松山區和信義區的交界 A棟的位置則跑到了南港區 因此今天的松山車站 其實是一座橫跨山區的大型車站 今天我們主要認識了台鐵幾座名不符實的車站 會造成這些車站的站名和所在地名稱不同 最主要因素還是這些地區的主要人口聚集地 本來就位於該鄉鎮的邊邊 而車站名稱是依據主要服務區域而定 但車站的本體則不一定要位於該行政區內 說到名不符實的車站 除了台鐵之外 台灣的各捷運系統 其實也有像這樣站名和實際位置不符的現象 例如星天宮站和仙射宮站 其實都距離這兩座宮廟超級遠 不過這就是之後的主題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